2003年夏天对法兰克福球迷来说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夏天 球队在折服两个赛季后重返德甲 一个东方面孔的家门让他们的思绪又回到了20多年前 1980年一个叫承反根的韩国前锋以队内最佳射手的身份 率领法兰克福夺得队史第一个欧洲冠军 23年后出生在法兰克福的儿子继承父亲的一波 披上法兰克福队的战袍征战德甲 没有比这更完美的剧本了 承反根是亚洲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先后率领两支不同的球队获得欧洲冠军 更是保持德甲外援进球记录长达11年 职业生涯308次德甲出场仅仅吃到一张黄牌 堪称职业球员的典范 至今仍然保持着韩国国家队最多出场和最多进球的记录 他的儿子车斗里1980年出生于法兰克福 后来跟着父亲来到了洛库森 在这里完成了足球启蒙 年幼的车斗里并不明白他的父亲是怎样的球员 只是门笼中觉得父亲走到哪 迎接他的都是掌声和欢呼声 从我踢球的第一天起 我就被告知我的标准是一个叫车帆根的人 我的目标是超过他 随着年龄的增长 车斗里的足球天赋也慢慢浮现 1米81的身高比车帆根还要高两公分 有着亚洲罕见的速度和爆发力 身体天赋甚至比车帆根还要出色 2001年还在高丽大学念书的车队里就凭借着爆炸的身体天赋 吸引了韩国队主帅西丁克的注意 第一次入选国家队 并且成功参加了02年主场举办的世界杯 成为镇中唯一一名非职业球员 在世界杯上 出身牛肚不怕虎的车斗里 几次登场都能制造杀鸡 让全世界看到了他的天赋 世界杯结束后 他就被德甲洛库森签下 从大学生一跃称为五大联赛球员 此时的车斗里很年轻 也很自信 觉得自己能够轻松复制父亲的成功 顶着世界杯四强 德甲传奇之子的光环的车斗里 在他来到德国的第一个赛节 就踢上了主力 德甲伸斑马 比勒菲尔德以租借的形式得到了他 将他作为宝籍的重要筹码 在面对人高马大的德国球员时 车斗里在对抗上完全不吃亏 甚至把欲为德甲最强身体的 埃芬伯格撞得人压马翻 但是车斗里依然踢得非常挣扎 他遗传了车帆跟出色的身体素质 却唯独没有继承父亲世界级的得分能力 阅读比赛能力也很糟糕 作为分线球员 26次德甲出场 仅仅留下了一粒进球 球队也难逃降级厄运 尽管处资赛季交出了一份不合格的成绩单 但是依然有德甲球队 愿意为他的姓氏买单 申办马法兰克福成为了他的下一个落脚点 23年前 法兰克福选择信任车饭跟 他们收获了欧洲冠军 23年后 他们选择信任车肚里 他们收获了得意资格 在这座他出身的城市 车肚里的表现依然挣扎 在几乎踢满了整个赛季的情况下 出场31次 仍然只打进了一粒进球 也间接导致了法兰克福的降级 韩国球迷甚至戏承到 他遗传了爸爸的身体和妈妈的脚 04-05赛季 车肚里的表现终于有所起色 他在得意打进了8球 帮助法兰克福升级 但是回到德甲联赛 熟悉的他又回来了 到了2005年底 他的德甲出场次数已经超过了60场 但是进球数只有4个 糟糕的表现 让他被排除出了韩国队06年世界杯的大名单 如果是他的父亲 那么这个球应该能打进吧 那些年 车肚里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此时的他才真正明白 自己的父亲有多强大 早在2002年 韩国队主帅希丁克就曾经告诉车肚里 最适合他的位置是编后卫 但是被年轻气盛的车肚里拒绝 05-06赛季 法兰克福主帅芬克尔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这次车肚里选择和自己和解 第一次尝试编后卫的位置 却意外的取得了成功 2006年5月6日 法兰克福做客多特蒙德 仅仅第五次以后卫身份登场的车肚里 就取得了一例进球 而且是一记足以被载入史册的精彩进球 在渐渐适应了后卫的职责后 车肚里速度和耐力的优势被最大程度的释放出来 当时的德国赛场上 经常看到一个亚洲面孔的后卫 上沿边路一条龙 然后送上助攻 在后来的采访中 车肚里透露了改变位置对他的帮助 作为前锋 我会因为进不了球而感受到巨大压力 导致北场比赛都很紧张 作为后卫反而能更好地展示自己 之后车肚里转会没意思 在克洛普的指导下 成为了一位更加专业的编后卫 在科普伦茨和弗莱堡 编后卫车肚里用稳定的表现 在欧洲站稳了脚跟 在2008年10月28日的德亿联赛 科普伦茨四比击败红白艾伦的比赛中 车肚里更是上演了助攻帽子戏法 由于他经常以超快的速度 不知疲倦的来回奔跑 德国球迷甚至给他取了个绰号 高速公路 凭借着俱乐部的出色发挥 车肚里睽违三年重回韩国国家队 也成功入选了2010年世界杯大名单 第一次以主力身份征战世界杯 除了小组赛对着阿根廷战术轮换 车肚里打满了剩余三场比赛的270分钟 帮助球队第一次在本土之外取得小组出现 他甚至成为了韩国国家队的第二队长 如果朴志欣不在场上 那么队长修胶就会带在车肚里的肩膀上 渐渐的人们提到他不再是车肚根的儿子 而是韩国国家车肚里 在苏超开尔特人销利了两个赛季后 2012年夏天 32岁的车肚里再次签约德甲申班马杜萨尔多夫 双方的缘分只维持了半个赛季 原因让人啼笑而皆非 杜萨尔多夫希望车肚里再尝试一下前分的位置 车肚里却坚持要提后卫 再加上家庭因素 最终选择提前解约 回到韩国 加门国内豪门首尔FC 2014年 由于伤病等等原因 车肚里最终没能入选巴西世界杯的大名单 缺少车肚里的韩国队在巴西遭遇惨败 小组垫底出局 世界杯后 车肚里重回韩国国家队 但是已经34岁的他 已经萌生了退影 2015年的亚洲杯将会是他的谢幕演出 令人意外的是 不再年轻的车肚里却送上了职业生涯最精彩的表演 小组赛第二轮 车肚里边路强行超车 主攻南太西 打进全场唯一警球 锁定小组出现 八场赛车肚里在扎实在最后时刻带球 疯狂冲刺70米 助攻孙心敏进球 让比赛彻底丧失雪木 开启狂冲 敌露 我们开始 作为后防核心 车队里率领韩国队以5场0失球的战绩 闯入压轴杯决赛 最终在加持赛遭遇东道主澳大利亚决杀 由于半路出战 车队里的防守意识并不出色 但是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奔跑 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分钟 在颁奖仪式上 车队里也含热泪 遗憾自己没能用一个冠军 为自己的国家队生涯画上句号 但是韩国球迷看到了他的努力和付出 在韩国搜索引擎上 谢谢你车队里 这个关键词一度登顶热搜 2015年3月 韩国队为他举办了隆重的退役仪式 15年国角生涯 76次国际赛出场 他已经成为了韩国足球传奇 最好 光 team 优优独唱 牙梦 瓶 其中 不小 我 granting 很漂亮 首先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忘记记 谢谢 今天就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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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興 在2014年的一部纪录片里 车助理说 他总是因为自己踢的不够好 没有让父亲满意而感到遗憾和沮丧 但是当记者去采访车犯根时 却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法 他觉得车助理因为车犯根儿子这个身份 背负了太多的负担 儿子过得很辛苦 他感到非常抱歉 退役仪式上 父子俩激动的拥抱 这一刻车犯根为车助理父亲的身份而感到骄傲